最近四川岁年一位90后外卖小哥火了 这小哥高考成绩达到了607分 从985的天津大学物流专业毕业后 联合朋友搞有金农场 后来交友不慎被骗一大笔钱 30万打了水漂还欠了40万外债 失败后为了还债 小哥2018年起做起了外卖骑手 从刚开始的20分钟一单到现在的一天60单 月薪过万 最终偿还了40万的欠款 成了一位出名的励志外卖小哥 据统计现在全国有700万骑手 按月收入8000至1万 约3%有21万人 按月收入1万以上 约1%有7万人 下面看看有个网站统计的 全球不同城市外卖员收入排行榜 香港外卖员平均月薪3万人民币 是最高的 纽约的平均2.5万 东京平均2万 上海平均8000 杭州平均7000 天津平均6000 滕都平均5000 西安平均4000 河南平均3500 鹤岗平均2500 如果你是外卖小哥 你所在的城市 平均月收入是多少呢 平均月份是一关的 均月均月份